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5月24号礼拜三 我们今天心眼光读经的进度 要进入到诗篇 我们今天要读诗篇第一篇 我要带大家用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 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不跟随罪人的脚步 不与五慢上帝之徒同伙 只爱慕上主的法律 日夜莫颂不倦 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 他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 暗季节节果子 叶子也不凋零 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 邪恶的人不是这样 他们像康匹被风吹散 邪恶的人要被上帝定罪 恶罪人要从义人的群体中被淘汰 上主关怀义人所走的路 邪恶的人却走向灭亡 好我们今天进入到诗篇的第一篇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篇的诗篇 有人说我们若是不会祷告 我们就学习用诗篇向上帝祷告 每天祷告就辞求 不知道怎么祷告 其实诗篇大部分都是诗人向上帝祷告所做出来的诗 今天这篇经文当中 其实教导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要跟上帝祷告三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三步一要 三步一要 三步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说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第二个不跟随罪人的脚步 第三不与五慢上帝之徒同伙 我们看到他第一个他说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拒绝恶人的思想 恶人的思想 我们从他的言论 从他的思维 总是负面的 总是黑暗的 心术不单纯 心思意念不单纯 总是为了自己在磨算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要拒绝 我们要不要跟他的路 来走他同样的路 第二个他说不站 不跟随罪人的脚步 就是我们要拒绝罪人的行为 他作恶的行为 他不对不好的行为 比如说贪财 徒利 讹诈人 然后陷害人 这样的 其实我们不能来跟随 跟他一样 有一样的行为 第三个他说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不与五慢上帝之徒同伙 五慢上帝的人 一般来讲就是那些 说话狂妄 自高自大的人 很喜欢讥笑别人的人 很喜欢谈论人家是非 聊是非 聊别人是非的人 我们不能跟他们围武 不能跟他们同伙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常常跟上帝祷告说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我们要拒绝恶人的思想 然后不跟随罪人的脚步 我们要拒绝那些恶人的行为 然后不与五慢上帝之徒同伙 我们不要跟那些自高自大 很喜欢笑别人 很喜欢谈论人家是非的人 跟他们同伙 但是我们要什么呢 他说只爱慕上主的法律 日夜莫颂不倦 这个人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 所以三不一要 要什么 我们要喜爱上主的律法 要爱慕上主的律法 要作业思想 我们知道讲到爱 我们最了解就是爱情 婚姻 一般来讲有所谓的爱情三部曲 我们要怎样子来爱慕上帝的律法 爱慕上帝的真理呢 我们知道爱情三部曲 第一个叫做 叫做喜欢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经的时候 你要挑选一本 你很喜欢的圣经 有些圣经现在是图文并茂 有些是彩色的 有些有中音对照 有些是台语 现代台语的圣经 有些是课语的圣经 甚至有阵子 我有在学原著名语的圣经 我们可以选一本 你很有兴趣 很喜爱的圣经 跨诈语 你对这个圣经有中音 有些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 有金装本 有牛仔本的 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 我太太 那时候还是我的女朋友 她送给我一本 那个袖真型的圣经 小小本 因为当兵的时候 随时放在口袋里面 裤带里面 随时拿出来就可以读 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好喜欢那个圣经 因为那本圣经 充满我的太太对我的爱 也充满上帝对我的爱 所以第一个 你要选一本 你喜欢的圣经 看下语 第二个 她说要渴慕 我们男女交往的时候 看下语之后 看众议之后 要开始追求 要渴慕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认真 来读上帝的话语 天天来渴慕上帝的话语 就像男女在交往一样 一天不见就快要死掉的样子 所以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每天都要读上帝的话语 一天没有读 浑身不对劲 所以第二个要渴慕 第三个 就要尾身 男女交往最后进入 就是进入到婚姻的尾身 尾身是什么 尾身 要尾身 否则那个爱不是真实 爱是不会成长 我们要不断地活在成长当中 所以我们必须要尾身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所读的上帝的话 我要深信不疑 而且还要具体去实践出来 这个叫做尾身 那么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成长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喜爱耶和华的法律 真正爱慕上帝上主的法律 上主真理的人 昼夜不停的思想 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 我们看到他的结果是什么 第三节他说 他像移植在溪水边的果树 按着季节结果子 叶子也不凋零 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顺利 到底我们是如何有福气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像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 它是一棵非常有丰富生命力的有机体 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督徒 一个有机体 有机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断会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就是把不对不好的生命 把它排除出去 然后换上新的生命出来 我们是一个栽种在溪水旁的果树 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体 而且我们会按时候来结果子 按着季节 按着上帝的时来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有 忍耐喜乐和平 忍耐而时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有九个果子 但是这九个果子不是一棵一棵结出来 而是一起结出来 然后不足的地方把它加强 把它加强 让我们成为一个把上帝圣灵果子 把它结出来的一个基督徒 然后叶子也不枯干 也不凋零 意思说它的生命力是持续的 是旺盛的 凡它所做的样样顺利 它的一生是精彩的 是得胜的 弟兄姐妹 今天诗篇第一篇 其实告诉我们 要成为一个有福分的基督徒 当然后面有讲到有祸的恶人 有祸的恶人 那些罪人 他们像康匹被风吹散 他们没有根基 他们一点分量 他们是没有用的东西 被风吹散 就是他们乱了阵脚 失去方向 他们自己站不住脚 而且他们要被上帝定罪 他们要从义人的群体当中被淘汰 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没有办法面对上帝的审判的 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我们做一个有福气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天好好来爱慕上帝的话语 好好来实践上帝的话语 好好委身在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栽种在溪水旁 那么有生命力 那么不断地结出果实 一生活得精彩 得胜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我们越多的苦难 我们的生命更亮丽更精彩 因为我们是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把第一篇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要如何成为一个有福分的基督徒 不仅我们要拒绝恶人的思想 拒绝恶人的行为举止 拒绝恶人的自高自大 论断人的是非 甚至我们要进一步 要深深渴慕上帝的话语 并且委身在你的真理当中 好好去实践 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丰盛的基督徒 丰盛生命的基督徒 不断地结出圣灵的九颗果子出来 即便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灾祸困难 但是你的恩典过我们用 只要我们站立的住 我们不怕任何的刮风下雨 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稳固的根基 成为我们结出果子最稳固的根基 求你祝福带领我们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